双十一杭州阿里总部 对话全球独家专访马云 深度揭秘阿里双十一战略部局的前世今生 那在全世界范围内 如何能够打造阿里巴巴未来的生态系统 马云首度回应阿里抢住双十一商标事件 这个东西怎么什么时候成老马家的了 那可能把阿里巴巴也看得太低了 神秘菜鸟固流体系曝光 京东人家都开了快递专列了 阿里的商业模式跟别人不一样 马云库克是否将联手打造支付体系 跟库克深入探讨和商业合作的机会吗 跟你合作是你的福气 马云回应支付宝私有化质疑 是否违背契约精神 这件事情对契约精神的忽视 十五年来最骄傲的一个决定 不保护私有化 把支付宝变成国内资 面对诚信质疑 马云为何有恐难言 先等我八十岁的武汉活着 我再给大家想想当年的故事 阿里赴美上市 美国证监会为何动用史上最严苛审计 名声比啥都重要 咱干嘛干这个事 被受关注的支付宝 什么时候会上市呢 支付宝一定会上市 阿里又将如何借助双十一 布局国际金融版 不仅中国敏感 全世界对金融都非常敏感 你去思考不要从身上赚什么钱 而且说用了我们 它能得到什么好处 对方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马云 感谢中国的妇女 独家内容马上放松 五四三二一 我们看到了 手里有多快速的发展的变化 我们要注意一下 什么时候 请你来台下 然后背一下 各位好 这里是位于杭州的阿里巴巴的总部 刚才大家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看到了一连串不断变化的数字 反映的是今年双十一购物节 活跃的交易数量 其实呢 从十一月十一号的零点开始 在我所在的这个观战大厅 就坐满了几百家媒体的同行 他们共同记录 并且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新纪录的诞生 事实上呢 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阿里复美上市之后的 第一个双十一购物节 那么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购物节 我们将会看到怎样 跟以往不同的景致呢 对于上市 对于服务全球 对于马云自己 我想很多人一定有非常多的好奇 现在请各位跟随着我们 一起打开对话马云的序幕 我觉得这一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十一月十一号 有人说从十一月十一号的凌晨开始 在网上那些不睡觉的人 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购物的人 一种是疯狂购物的人 大家能不能猜猜看 马总在那个时刻在忙些什么 马总有可能在考虑 这五百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能破掉 我觉得他是穿着他的布鞋 在打太极 我觉得马总应该是在练习 如何去读这么多数字 大概是多少九位吗 还是十二位 哇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的现场 可以介入实施数字的 看一下马总念的数字对不对 两百七十八亿三千一百 我有那几个多了 两百七十八亿 下面那俩数字 更有更有它的特殊意 一个左边的是美元数 给全世界看的 右边那个无限成交比例 百分之四十五点五 这是代表未来 对 代表这个移动 所以下面这两个数字 同样有更强烈的信息 就是全球化 移动 对 互联网 我那个零点去看一下 我们的系统的压力 可不可以压得住 然后这个一百亿以后 我去了下菜鸟 就看看这个最担心的是 后面几天的 这个物流配送 有没有问题 我昨天去了作战室 整个指挥室里面 就是这个是外面没看到的 对 我看到那个 这么多年轻人守着那儿 当时设计的 每一秒钟要交易 八万笔交易 这种技术的 这种畅想 到今天变成现实 然后那个洪峰线起来 这个我还不知道 那些女人们晚上 十二点钟的 等那么长时间 对 冲来的时候 真是就像 山呼海啸一样过来 对 能够冲过 大家觉得 哎呀 洪峰线过了 然后大家鼓掌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震撼 双十一 对 全世界所有的数字里 你是不是最喜欢这个数字 我现在是最喜欢这个数字 喜欢到 已经把它去注册成了商标 然后会让你的其他的小伙伴 会觉得比较艰难 比如说 东东啊 宁宁啊 他们可能会觉得 哎呦 这个东西怎么 什么时候成 老马家的了 本来我也能用的 双十一的商标 本来就不是我们的 双十一这个节日 也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的同事 在设计的时候 前三年以前就注册了 三年以前 我们觉得 这个双十一 必须要成为全球化 所以我 我也是在媒体上 看见阿里巴巴 这个注册了双十一 我觉得哎呦 这帮年轻人真的有远见 有想法 有想法 因为有一天 如果某一个国家 把它注册了 说是他们国家的 你也够头痛 我们是欢迎任何人来使用的 但是我们杜绝的一样事情 在双十一节的时候 恶意竞争 把自己这个输得很高 伤害消费者利益 和伤害其他商界 因为这本来是个狂欢日 不要搞出不舒服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 那但是在这样的局面之下 您原本一直倡导的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你觉得对于 你周边的这些伙伴来说 他们是会更难做一些 还是会更容易 说阿里抢做了双十一商标 让自己所用 那可能把阿里巴巴 也看得太低了 因为我们没必要干这个事 如果干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就创造不起双十一节 要离世界就更远 因为你最后可能在巴西 阿根廷 委内瑞拉 都要搞双十一节 对吧 你都要让人家使用这个品牌 但是我们有责任和权利 保护好这个品牌 不让变成一个恶心竞争的日子 所以就像马云先生所说的 在今年的整个购物狂欢节的过程当中 他的愿望是全球购 对 购变全球 是 我们进入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当我们看到马云先生要率领他的这个阿里的这个庞大的舰队 要进军国际市场的时候 他的风险或者说他的机会到底在哪里 就是现在的国内国际环境跟多年前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在2001年时候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 那个时候的互联网的交易等等都刚刚开始 借助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理论上没有国界的平台 那么他可以做很多过去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他也会遇到过去没有遇到的困难 比如说呢 比如说他现在搭建了一个网上的平台 但是需要两个流通方面的支持 一个是物品的流动 我们叫物流 一个是资金的流动 这叫做支付 对 那么物品的流动是有国界的 而资金的流动是有各国的监管的 所以这两个要想做好的话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钱教授刚才讲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我们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 基础设施的打造是非常关键 阿里在做整个电商过程中 因为中国原来为什么发展那么快 很重要是中国原来的商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所以我们打造了物流 打造了支付 打造了数据 打造了信用 打造了技术整个的平台 那在全世界范围内 如何能够打造阿里巴巴未来的生态系统 很多工作不是你今天去了美国 有可能被赶回来 因为你没有基础设施 美国很有意思 白宫制定战略 五角大陆的军事使力 华尔街的钱 好莱坞的价值观 硅谷的科技创新 它整个的体系是设计的 还是马完善 美国人的全球化战略 是用你们家的钱 请你们家的人 买你们家的企业 抢你们家的市场 挣自己家的钱 我们要进行思考 在全球的格局过程中 如何把自己要有这种自信 融入到世界里面 这些东西是可以给世界带来价值的 如果你不能带来价值 我认为你就不要去 这是双十一段晚 位于杭州阿里巴巴总部的会议报告厅 数百家媒体记者 都在紧张地关注着 这块面积近百平方米的数字大屏 大屏上提供七路实时信号 包括数据大盘 全球交易图 百强线交易图 热卖品牌宝 菜鸟物流雷达预警等 实时显示着数据的变化 双十一零点刚过 在数据大屏的全球交易图上 新加坡的国旗率先被点亮 这标志着阿里全球卖的步伐 正式买出 双十一开始仅仅一小时 一百七十个国家的旗帜 户序亮起 最终共有二百一十七个国家和地区 在地图大屏被点亮 实现成交 在马总和阿里的心里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全世界 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是一个阿里的市场版图 我们看到一个一个购物车出现了 大概一百九十四个国家和地区 昨天晚上参与了网购 但我这只是一个一点点的东西 因为真正最后我希望的是 阿根廷能够跟挪威做生意 挪威的人能够买到钢果的 钢果的能够跟菲律宾买卖 然后今天我朋友黄博生日 我希望给他买一个非洲肯尼亚的东西 能够从肯尼亚的一个卖家这 七十二小时能够把货送到 能够通过十年到十五年努力 你想到哪一个国家 任何东西都能买到 而最慢七十二小时能送到货 把淘宝变成一个全世界的平台 我们以前在淘宝在天猫上有个贡献吗 还可以就是比这两天的广大女性来说 还是差得很远 我觉得这个还真是了不得 就是曾经这是一个悲催的节日 双十一光棍节听起来还是蛮 凄凉的 愣是胡恩生变成了一个女士的狂欢节 而且色彩都变红了 对对对 今天说是过来狂欢的 一开始也是给我选了这红颜色的衣服 就是这么喜新的日子 我一想今天肯定满云穿的也是红色的 怕撞衫 另外一个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 把所有人的梦想装载到一个大梦想里 而且是个世界的梦想 今天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 哇 聊得七十二小时全世界到 这个还真的是 三件时刻可能又到了 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个平台上的销售数字是200多亿 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数字是多少 哇 在300在底下我们还看到有另外一个数字 是有46.5%的人用的是手机移动终端的一个支付 这个跟去年相比也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今天我们关心的不是销售多少 确实一点 因为今年还有一个北方在开APEC会议 河北 天津 北京 山东地区都会有最部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量放得太大 但今年更关心的就是国际化 平台化和无线化 因为无线化对我们的意义重大在于 我们能够由于手机可以迅速进入到农村地区 因为农民用电脑的概率不是太大 中国农村有一个从PC直接跳跃手机的阶段 假设能够通过互联网通过无线能够深入到乡村 我觉得这个对社会的意义之大 第二个全球化呢 我们希望阿里今天这个模式 既然拿了人家250多亿米的钱 就应该为全世界的中小企业做点事 把他的货能够卖到亚洲去 所以这个今年国际化是第一次开始四点 其实关于国际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别人是不是知道你 是不是了解你 我们也专门请我们的海外的记者 做了一个采访 给点字幕包含着 没听到 I cho I have not yes I have BGM Amazon Notrary Amazon Amazon I think it's most popular I guess JCrew Amazon EBay You know Electronics I useEBay Amazon Anything like that Or I'll just type in what I need And the site will come up I usually just google the item and i look for the cheapest uh... overall price alibaba has had a stellar performance today but they have been mostly operating in their own domestic country so there is a big challenge ahead of them to expand internationally uh also the consumer philosophy in chin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uh... what people are used to hear as far as anything we've seen so far it's he's doing this with flying colors and has a very valuable brand himself and i'm not sure that he isn't more famous in many areas than alibaba ma yun的名声可能高过了阿里巴巴的一个名声 我也听见国内讲哎呀我们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怎么 这个知名度没那么高 我觉得这是我们所以上市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并没有在美国瞄准这个炒股的股民 我们主要瞄准是机构 这是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机构认购 美国是欧美的最大的机构 1000多家机构全部认购 如果我们把这个阿里巴巴的股票 卖给街上的消费者去买股票的人 那些那个那个那个终端的股民的话 那我们就乱了套了 250亿你得卖出不知道多少人对吧 而且他们不知道你是干嘛 全世界的小散户都急剧在 对我们的研究呢西方的这些金融机构大的这种投资机构 对我们是非常研究很透的 对 但是这个消费者对我们并不是很了解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所在 慢慢来阿里走了15年走了个中国 中国也就搞了7% 8%的这个零售的额度 那要想搞到美国你欧洲你至少还得20年 我前两天看到网友替你想的挺周到的 小贝又撩起了衣服来绣他的纹身 但这次的这个字呢是特别醒目的六个字 上天猫就够了 那天那个我同事跟我说 贝康汉姆要跟我见面 我说我这个 后来他说就20分钟 那我说行那就20分钟 人家一看对吧 人家是长得有点样子是吧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男的都比较有运气福气 背后都有大批女人对吧 他有他的女人 我们有我们的女人 所以这个也不错 但是这个以前年轻的时候咱们比帅 现在谁比帅了 对吧 我觉得我们传统的营销方法都希望用名人来代言 我代言 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到新的方法 假设像名人啊 演艺界的这种艺术家为我们代言 他是真心诚意觉得你这个好 不给钱他也替你代言 而不是你给钱做代言总会有那么点有那么点那个对吧 我这个再澄清一下 今天来是没有费用的 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像上天一样 这个东西没法干对吧 进展如何 不能及这个恋爱的东西要慢慢谈 简而言之 库克是个好同志 他是好同志 是好同志 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谁让你是领导 他有这个想法 他就做不成别人盖子 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你自己怎么看很重要 今年双十一 马云最为看重的支付宝业务 在零点开场后一分钟 交易额就突破了一亿 实现这一数字 比去年快了三分多钟 其中 今年双十一近一半的交易 在移动端完成 创下全球移动电商平台 单日交易新高 支付宝一项被看作是阿里巴巴 最为核心的资产 2011年5月 马云将支付宝 从阿里巴巴分拆 引发外界质疑 在几月前 阿里赴美上市的业务中 备受关注的支付宝业务 未纳入其中 再次引来一片争议 近期 马云与苹果公司CEO 库克频频会晤 两大巨头 是否会在移动支付方面展开合作 作为马云世界版图核心的支付宝体系 未来将如何为阿里 开疆拓土 其实你在美国 你看这个谷歌也在做支付 苹果也在做支付 所以上一次 当你和库克见面的时候 很多人很敏感 说他们是不是打算联手一起 在支付方面来 弄出一点大的动静来 你们当时谈这个事了吗 我们上次在前院长这 我跟库克的第一次见面 因为我见过乔布斯 没有见过他 那个印象挺好 我觉得他了不起 因为乔布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接乔布斯这个CEO这个位置 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那几乎太难干 人家乔布斯就像一个太阳一样 像上帝一样 这个东西没法干 对吧 接这个工作 CEO是最难接的 就你所有的光芒都有可能被他所演员 他接下来这个担子 我觉得他特别了不起 简而言之 库克是个好同志 是个好同志 是好同志 而且我特别尊重他 为了在这个年龄上宣布的一些事情 做自己 这是很了不起 我是由衷的钦佩 这个是前院长 你促成他们三个小伙伴的一次欢聚吗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 每年开一次 今年是这个顾问委员会建立以来的第15次年会 确实在我们的这个会议的期间 他们都在聊些什么 这个我不听 他们都谈他们的商业的事情 你们谈论的话题当中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 并且今天可以公开给大家的 有吗 我忘了 跟库克深入探讨过商业合作的可能 机会吗 我们探讨了好几个小时 现在的这个进展如何 不能急 这个恋爱的东西要慢慢谈 这个马上就这个这个这个不太好了 对吧 我觉得苹果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 阿里是刚刚起来的这个才15年的公司 跟你合作是你的福气 不跟你合作太正常 所以我觉得不要强求 慢慢来 我也要有这种自信 如果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人家会跟你合作 在刚才这个前院长提到的这个支付体系当中 支付宝毫无疑问是一个 特别核心的东西 但实际上呢 有关于支付宝的争论也一直都存在 包括支付宝的私有化的问题 在阿里的上市前夕又再度的发酵 又被人们提及 你内心肯定不太爽 当然我觉得我不爽过 但我现在已经很平静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我在我没钱的时候 我还是也很小的时候 我看见我也以我的眼光和胸怀去看别人 但今天我很侥幸 我很幸运走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我如果再回到当时小时候的心态 那可能就是我不对了 就再去吵架就不是现在的做法了 阿里假设是一家不讲究契约精神的公司 我们怎么能经得起这次牛教授的 严苛的上市之前的所有的情况 其实牛这是美国证监会 对阿里巴巴的整个的调查 在审核能不能上市 可能是动用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神迹 所有的问题 包括你讲的支付宝的问题 来弄去没有清清楚楚都会有 我觉得我深以为 我说我讲过 我最艰难的决定就是把支付宝 不是私有化 把支付宝变成国内资 这是我大概15年来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你也说了时间会证明 这会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我应该再讲 我这15年来最骄傲的一个决定 就做了那个决定 我承担了一个董事长 一个CEO 一个创始人应该要做的责任 我完全可以不这么做 换句话说 我也跟所有的职业经理人一样 名声比啥都重要 咱干嘛干这个事 但我觉得什么是对的 因为谁让你是领导 你是这个位置上的领导 你必须做这样的责任 如果该骂的 你就得扛着 其实这件事件 赢得了美国社会投资者的尊重 因为别人是知道了真相 所以我建议呢 这些事情等有一天 等我80岁 如果我还活着 我再给大家想想当年的故事 那我们来一个约定好不好 等你80岁的时候 特别想说的时候 再来到对话线 一定 我记得当年盖茨和巴菲特 有一个把钱捐出去 是 的一个事件 很多人说 我要是比尔盖茨的话 我也捐那么多钱 对吧 他有这个想法 他就做不成比尔盖茨 因为比尔盖茨这个想法 不是有钱以后想的 你希望有一天 有一巨大的财富 你从第一天开始 你的设想构思 就应该与众不同 如果我这边呢 跟大家讲价值观 讲使命感 这边又把这家公司 放进自己口袋里 你说两万多名员工 我们的两万多名员工 都不是傻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你自己怎么看很重要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阿里的一个核心业务 支付宝 现在在世界各地的布局 已经很广了 那你对现在的这个版图 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支付宝体系 对 假如我们今天刚来讲 要叫菲律宾 要让菲律宾和阿根廷做生意 我们首先问 我们的资金体系 我们的支付体系 能为菲律宾做什么 比方说菲律宾 有几十万的费用 在全世界各地 它把钱汇回去 其实费用非常贵 如果用支付宝 成本几乎等于零 你去思考 不要从身上赚什么钱 而是说用了我们 它能得到什么好处 有了这些好处以后 它又开始自己开展 所以我们希望 把这个支付体系 能够为全世界的中小企业 全世界的消费者 降低成本是第一 国外很多地方 他们线上线下的金融体系 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而且他们的监管 可能也是非常严格的 就当我们缺乏了原有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隙 你在走进去的时候 会不会给你 其实有很多的障碍 当然是难 金融不仅中国敏感 全世界对金融都非常敏感 去年我们金融 互联网金融 在中国炒得那么热 那么大 那关注的不仅仅中国 全世界都关注 但有一点很重要 互联网金融在美国是没有的 原因很简单 美国的金融体系太完善了 互联网金融根本插不进去 找不到空隙 根本找不到空隙 它几百上百万家的 整个金融机构 覆盖了美国所有的大陆上 所有的金融机构 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中国再走这种 传统的美国这种金融体系 中国很难覆盖 也很难再超越美国 因为这游戏规则是它定的 我自己觉得 我们在美国 在美国可能机会 如果不是太大 就像你要说做商业 你又害怕竞争 那你做商业干嘛 你要当兵 你又怕打仗 那你去当兵干嘛 也许美国的进入很完善 那密鲁呢 那巴西呢 那俄罗斯呢 对吧 挪威呢 阿根廷呢 哎呦 我觉得这世界上 简直是到处是美好的地方 应该去做做 因为人家需要你 别人好 我才能好的这种模式 他们用飞行器 在园区里面运东西了 太落后了 中国的物流 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只要会走路的人 他们都跑出去送货 漂漂亮的 大街小巷的窜 我们就只能开三轮车 互联网在中国还没落地 我们就有那么多专家 我也很好奇 全球化不等于 在国外有个破工厂 他在打造一张 令人看不懂的世界版图 大家都现在看不懂我了 那15年前 他们就看懂了 一件产品都不生产 他凭什么在全球买破 那可能把阿里巴巴 也看得太低了 一分钱都不出 他凭什么做支付宝 支付宝一定会上市 一个快递员没有 他凭什么做物流 所以你必须是利用别人 帮助别人 马云 凭什么让人追随 对话独家内容 精彩马上结实 11月11号0点15分 在阿里报告厅 又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距离双十一下单 仅仅过了15分钟 广东博山的一位买家 购买的冰箱 已经送货上门 成为双十一送货入货的 第一单 堪称神速 阿里数百亿元的销售额 意味着数亿件包裹 支撑其平稳运行的 神秘菜鸟物流体系 在今年的双十一初选身手 迎来了成立以来的 第一次正式大抗 去年5月 在马云现任阿里巴巴集团 CEO及几十八天后 马云对外宣布 出任菜鸟网络董事长定职 对外宣称公司的核心目标 是为电子商务 物流公司 仓储企业等搭建平台 不做自建物流 菜鸟是马云亲手打造的 重大问题 它却让马云退而不休 一方面宣布辞职 一方面只有在秘密打造 菜鸟物流体系 菜鸟物流体系 没有一个自己的快递员 没有一辆自己的快递配送车 自己不见仓储物流 它将如何承载数一件包装 在全球快速送达 此前一直逆而不宣 背后究竟有哪些玄机 它又能否承载 马云全球化布局的期望呢 其实今天当我们希望构变全球 畅通无阻的时候 物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体系 我们来看看今天 阿里的一个物流的布局 是在全世界各地 你会看到货物从中国运出去 也从世界各地运往中国 这是阿里正在构建的一个 全球化的一个物流体系 这个还比较原始吧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物流体系 你看都是单一的中国 如果说是能够网格化的 它才会真正我们想做 我自己觉得菜鸟今天在做大胆的尝试 很多人批评我们 北京 上海 天津 广州 物流速度不够快 不如有些公司快 是 你的对手京东 人家都开了快递专列了 有网友发了照片 说他们用飞行器在园区里面运东西了 所以很多人很着急 说阿里有没有这类的 我自己觉得大家去想问题是这个 就是图热闹 我们今天我们凭阿里的 两万多名员工的创新 我们无数的热闹都给创出来 但是我们要的不是热闹 我们要的是持久发展 北京 上海快不叫快 我认为新疆 西藏 内蒙快才叫快 如何能够让那些真正需要的 贵州地区快 云南快 这个快才真叫快 所以我愿意在北京 其实我们北京 上海也不慢 或者很多程度来讲我们更快 只是大家有个错觉 好像你没有物流公司 你一定不如人家有物流的快 因为今天大家知道 今天整个中国从事物流快递的 就光快递人员有100多万 将近小200万人 现在才一天大概3000万的包裹 我认为在10年以后 中国至少每天有2亿的包裹 那么10年以后 中国制造有1000万人要从事快递行业 物流行业 你即使招聘了100万人 你也就占了10%的市场 所以你必须是利用别人 帮助别人 那你现在的物流版图呢 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国内了 是的 全世界都是 在很多的成熟地区 像伊贝他们已经有着非常完善的仓储 或者是物流等等 那对于我们这样的后来者 你觉得刚才的那招还需要有提升 第一没有仓储是完善的 今天的仓储 无论是你讲的这些公司的名字 我认为都比较路后 因为它基本基于IT思考设计的 是以自我为中心 阿里的生态系统 阿里的商业模式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是坚信让别人好 我才能好的这种模式 所以他们可能 有些公司是属于帝国思想 而且今天的物流 在我看来 现代的物流 真的有点像是四五年以前 我们做阿里巴巴做淘宝一样 太落后了 就是我自己觉得 只是我没精力没体能的 要做做的话 估计又 又做成了 又被你做成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太 但是你要想 今天我没体力了 我也没能力 但我看到我团队在讲 但是我觉得 团队今天有这种胸怀 我们不争一成一尺的失败 更何况一成一尺 你今天去看一下 昨天的前半个小时 已经达到四千五百万这包裹 那什么概念 今天诞生的包裹 交给那些公司 我们认为它三个月都分不出去 那我们必须在三天到五天内分出去 这个你说靠自己的力量怎么行呢 必须发展别人 必须让别人强大起来 双十一低六届了 六年以来 中国没有加银行 没有瘫痪过在金融上面 但是中国的物流 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中国的那些三通一大顺风 这些企业 这种去年的双十一节 这些人真是 只要会走路的人 他们都跑出去 实际上在阿里的国际化的版图上 订单是发往世界各地的 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国内 这是跟以往最大的一个不同 而且我也注意到 阿里实际上把海关的数据 跟我们的下单的数据 做了一个互联互通 以帮助这个货物更好的 在全球各地的分配 我觉得中国政府 在这几年的整个的效率 还是很高的 这是在其他国家 可能我们去有些国家 大家可能 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字 海关先把你钱拿掉 先把你货拿掉一点再说 多放几天 这是中国贸易 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我本人并不认为WTO WTO给 就WTO这么的一样的组织 和这样的一种机构 已经对世界贸易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用互联网新的技术 新的游戏规则 让全世界的贸易 更加透明 更加开放 更加平等的交易 那世界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所以原来WTO 是各国政府之间的谈判 有些政府是永远谈不起来的 商界和韩国谈不起来 韩国和日本谈不起来 对不对 所以即使谈了各国之间 还是有贸易保护主义 如果让我们商人进行谈判呢 全世界的商人进行合作起来 来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 也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淘宝这个市场 淘宝的市场 不是各省政府和各市政府交流 谈论下来的结果 而是各地各省各市 各全国各全世界各地的小企业 自己协商通过一种方式 进来的结果 也许未来世界贸易的方式 就是应该这样的 今天的主题是做全球化 全球化走出去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肯定需要数据中心 如果要进入到美国市场 开放给美国的赛业和FBI的话 那中国的数据的主权和隐私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这是涉及到 我们怎么去合理地利用 我们的数据资产 是这个怎么去使用交易和分红 全球都没有这个好的例子 数据是未来21世纪 除石油以外最大的能源 是各个国家各国民族 应该要有的自己的财权 所以不管你照全世界各国去做生意 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律 这是原则 1995年我第一次 95年年底96年初 我第一次在北京参加过一次 中国的互联网专家大会 结果所有人都在讲 哎呀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控制那个 那时候我呢 讲话不太注意 我就说各位专家 第一互联网在中国还没落地 我们就有那么多专家 我也很好奇 第二都还没长出来了 大家都要开始控制 我不知道你们准备控制什么 小19年过去了 他们担心的事情 那时候担心的事情 一件都没发生 没担心的事情都发生了 今天世界上理论上 你已经没有隐私可言了 只是你习不习惯而已 以及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 我们会继续研究 阿里的成功 我们从外面去看 也有它的外部因素 08年以来的这个 金融危机 让外部市场 一个受阻 那里消化了大量的 我们的过剩的 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 因为这个经过 这六年以来 所有的这个产业结构 渐去平衡了 这些违货 这些积压的 中国制造的这个内容 已经逐渐的少了 那我们走向东南亚 走向海外市场的时候 我们的产品 是不是还足够便宜 淘宝成功 8年来是因为 买便宜货 这个呢 我自己这么觉得 如果要靠便宜货 打天下 中国永远没有机会 淘宝也不会走到今天 是靠创新 是靠独特价值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必须上涨 不上涨 怎么尊重那些劳动 怎么去尊重那些工人 所以劳动力低 不是劳动力成本低 绝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我自己在思考呢 千万不要再想 中国出口到越南啊 中国卖到东南亚 卖到印度尼西亚 怎么就不想想 能够把印度尼西亚 和东南亚的国家的货 卖到中国来 我认为只有这样 我们国家 才能走向全球化 我们国家才能融入 世界经济 今天全球化 不等于在国外 有个破工厂 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思想 全球化的战略 我们在俄罗斯没有一个员工 但我们每天向俄罗斯送20万的包裹 但我更关心的是 我们是否可以从俄罗斯 能送40万的包裹到中国大陆来 所以这个 我觉得我们今天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个问题可能会 全球化的布局 的确需要很多的力量 不过当然你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我记得在过往这15年的时候 其实中国市场 也不光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做 很多的人都对它虎视眈眈 包括了Ebay亚马逊 当年你说 其实跟他们来比 我们是杨子江里的鳄鱼 他们是海里的鲨鱼 他们其实很牛 但是要进入到杨子江里 那赢的是我们 可是现在我觉得15年之后变了 我们的这个杨子江的鳄鱼游出去了 游向大海 要去面对海里的鲨鱼了 那这次 谁的胜算会更大一点 我觉得有挑战才会需要我们 如果全球化那么容易 那中国企业早全球化了 对吧 美国企业全球化 其实我认为美国以前企业偏美国化 而不是全球化 美国化是把美国的整套的经营思想和价值观 在全世界铺开 今后的我们想走的全球化 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去这个国家 第一个要想清楚 我们对当地的消费者带去什么好处了 你做什么事情是当地人做不了的 这个你要去思考清楚 是创造价值 鲨鱼那时候进入长江是想咬死鳄鱼 鳄鱼进了大海 干嘛一掉去找一个鲨鱼逗逗 这世界多美好啊 做任何事情一样 就是我们不能一出去就想打仗 我觉得 哎呀世界太大了 整个电子商务 整个中国全世界加起来就五亿人购物 全世界有七十多亿人 你干嘛一掉去找两个对手去打打 还有六十多亿没人干呢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们发现 今天做明天就成功的事情 从来没能到过我们 也从来 今天做 今年做明年就成功的事情 基本上不靠谱 因为大家都能做 凭什么你能做 第一不可能 第二想都不要去想它 踏踏实实来 这公司要走一百零二年 才走了十五年 还有八十七年了 此刻 交易的数额也在不断地跟着变化当中了 口井的水把人家都打干了 不是好事情 要拿着电影的票房只钱而已 会的 我不知道四百亿还是电冰箱 还是四百亿件的衣服 我就不知道了 感谢中国的妇女 马云富美成功上市后 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独家揭秘富美上市的幕后故事 首次披露上市后 阿里的世界级生态布局 大家说现在看不懂我了 那十五年前他们就看懂了 马云首度回应支付宝何时上市 支付宝一定会上市 马云富美上市时 真实心态究竟如何 大家第一要不能仇富 不能仇官 你当年对我爱理不惨 我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不投钱给你是正常的 投钱给你才是不正常 上市超中背后 是否应有引擎 在上面超中的故事 最后上去的一秒钟时候 请你上去 上市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又是什么 现在其实公司最危险的时候 对话 严守中国最大雇主点评网站 选出神秘阿里员工 马云现场遭遇诚庆挑战 你们都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是您如何保证在 一线的屌丝员工 也能够保持道德高尚 六人之中有人杰 七人之中有混蛋 演员黄火 为何与马云心心相惜 早上都打了折扣了 通过支付宝 正在建立一套新型的工艺提示 阿里十八罗汉之一现身现场 揭秘当年往事 你们不好意思打断 实话 真是实话 对话 全球独家专访马云下集 下周日晚21点55分 精彩内容继续呈现 此刻交易的数额 也在不断地跟着变化当中了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的数字会是多少呢 实时数据显示的是 342亿 342亿 来 但我昨天判断的差不多 12点之前 超过去年全年 去年的准确数字是362亿 所以在现在 今天11月11号的中午12点左右 即将就要冲破350亿了 其实我刚才在这儿隐约地看了一下 后边的数字是几乎看不清的 在变化来往上跳 你知道吗 对我刚才突然想了一下 要拿了电影的票房是这样的 会的 会的 一定会的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600亿500亿 我不说呢 其实真正的 我觉得我是在去年讲 阿里双十亿有一天会过1000亿 但是我不希望1000亿是就从阿里的体系里出来 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让整个全社会的 就是普通的现实的百货零售 全部卷入进来 变成几千亿 这才就是我们做这个目的的目的达到 如果一家公司那么大 其实就等于一口井的水吧 人家都打干了 不是好事情 所以我对这个数字 现在再慢慢看 他将来怎么样能够让更多人参与 在北京时间2014年11月11号的12点42分的时候 我们的数字已经渐渐在接近400亿了 也许我们现在很难预测 会是500亿或者黄波说的600亿 但是过400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我想问马总一个特别难的问题 就是如果到了400亿的那一刻 你知道我们要运出多重的货物吗 用重量来计量一下 400亿要换算从重量 我不知道400亿还是电冰箱 还是400亿件衣服 我就不知道了 光是400亿的人民币带是什么 你说对了 我真的就是想要说的是这个数字 换算一下 10吨的卡车大概要运45车 或者是我们熟悉的铁皮的火车 大概要有七八节 全人民币是吧 全人民币 这个数字吧 马总都绕晕了 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据说很准确的秘密数字 一个亿它的重量是1.13吨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换算 你的400亿会有这么多的运出去 非常能够的 感谢中国的父女 感谢中国的父女 不能仇官 不能仇官 你当年对我爱你不惨 我今天我让你高盘不起 不投钱给你是正常的 投钱给你才是不正常 上市敲钟背后是否应留引擎 在上面挑战的故事 最后上去的印象就说 请你上去 上市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 现在其实公司最危险的时候 对话 联手中国最大雇主点评网站 选出神秘阿里员工 马云现场遭遇诚信挑战 你们都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是您如何保证在一线的屌丝员工 也能够保持道德高尚 六人之中有人杰 七人之中有混蛋 演员黄火为何与马云惺惺相惜 假装都打了折破了 通过支付宝正在建立一套新型的公务体系 阿里十八罗汉之一现身现场 揭秘当年往事 你们也不好意思打断了 实话 真是实话 对话 全球独家专访马云夏季 下周日晚21点55分 精彩内容继续呈现 我们正在寻找这样的人 他们创新 不是既有的规则 阿里人必须看到后天的太阳 他们挑战 打破剧图的瘟断 要做失败力高的事 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他们坚持理想 无论他们如何评价 他们从不按理现状 梦想改造世界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他们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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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世界 对话 向那些疯狂的人 这次 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 据说很准确的秘密数字 一个亿 它的重量是 1.13吨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换算 你的400亿会有这么多的运输 感谢中国的妇女 所以你要正式地为 网上所谓的 每一个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败家的女人 要为他们证明一下 因为他们其实也用 自己特殊的方式 甚至是喜爱的方式 在为经济做的贡献 而且大概是败家的女人 你们去查一下统计 我没看到这个数据 但我可以保证 很多女人是为孩子 为老公买的 为爸爸妈妈买的 对 女人们还是挺厉害 女人比男人考虑别人多多了 马总在今天节目当中 反复强调的是 他愿意去想各种办法 还有什么样的事 可以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改变 那么这些改变 也许就在我们未来的 每一天当中 不仅仅在这些 翻滚的变化的数字当中 也期待着阿里能够给世界 带来更多的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